登機門的人問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們這些出去找的人講 然後有一些情況是殊不知 王先生已經在那邊 你可能正要跟他講說 欸我找到王先生 他們就說王先生 偷偷肚子很大 然後你知道那個對講機 只要身上有帶這個機 只能都聽得到 所以大概是遍布整個機場 哈囉大家好 我是Momo 歡迎回到我們頻道 大家好 上一次有講到一集關於航空公司的制服 沒錯 空姐制服的幼默 來啦 空服員跟地形存在這個制服 就是會有一個形象要維持 那工作當中難免會發生一些很尷尬或是好笑的情況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個人在當空服員的時候 先講一下掃廁所這件事好了 我們大概平均是半個小時會去檢查一次廁所 就是是不是乾淨 特別會在客人用餐之前去掃廁所 因為客人通常一用餐完之後 就會開始大排場 然後等著去上廁所 所以我們會在送餐之前先把廁所清過 那一次是我準備要去輪修了 我們當然不可能無時無刻都一直在清掃廁所 那一次是我要去輪修之前 先去廁所解放一下 後面還有人在排隊 但是當我一進去之後呢 我就看到 那個馬桶裡面 黏了一坨巨大的黃金屎 我真的不知道它吃了什麼 怎麼可以這麼的黏 而且是那種 不管你怎麼沖水都沖不掉 我知道背景上的馬桶吸力是很強 這時候只好拿出阿傑在訓練的時候 教的結招 就是要用熱水 如果你用熱水就可以把比較黏的便便 給沖下去 然後就開始拿紙被用熱水一直黃膠黃膠 然後就發現它怎麼就是 鞋子黏在那裡 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非常黏的事 當時是準備要去輪修 所以我身上又沒有帶那些 比較屬於可以清潔的東西 背景上面有一個東西叫做 用來清那些比較特殊 例如說 但那個東西也不是太常用到 所以就是放在廚房的櫃子 並不在廁所裡面 世上最遠的距離 這樣就開始翻了 發現沒有 然後怎麼辦呢 然後外面又有人在排隊 我很怕就是下一個人開門進去看 倒是覺得是我 你知道嗎 這熱水也沖不掉之後 我真的只好拿出殺手劍 我這輩子就是 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 於是呢 我就猛抽那個擦手紙巾 大概抽了三四張 徒手拿那個紙巾 手套都沒有辦法戴 因為沒有手套了 然後就只好這樣子 往下面 然後把那些徒手馬桶壁這樣刮下去 再沖掉 你知道我搭下來我就 然後我還有碰過客人 就是已經廁所排隊很長 他可能等不及了 然後就一路黃金沿著地毯這樣一路掉 是誰要撿 當然就是空服員 所以我跟你們說 如果你覺得空服員是個很美好 充滿壞想的工作 好我跟你講 在飛機下打掃阿姨就是你 上次我當空服員的時候 碰到一件我個人覺得 會很尷尬的情況 就是走出去會被誤會 會很糗 所以我只好拿著紙巾徒手 擦了黃金 當飛機已經過了登機時間 快要起碑的時候 登機門就會派地監人 出去找其實還沒有登機的客人 每個人通常有每個人找的方式 但不外乎就是要喊得很大聲 客人才會聽得到 像與前男友吵架的方式 撕吼他的全民 例如說 我個人覺得你就是要用這種 撕吼他的全民的力道去呼喊 這個人就比較可能會聽到 你會夠大聲 你可能會喊到1號門到10號門 都聽得到 然後這種時候呢 有一些人會承認說 是我是我 我要去北京的 找到他就算了 還有一種人是 他知道在找他 可是他覺得很丟臉 他不想要被通知 然後我們在找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登機門的人說 幫我看一下電腦 他的年紀跟性別 然後登機門可能就跟你說 喔這個人是1975年 南系台灣籍 大概是這個年紀 然後你去找的時候 就會發現 明明這個人 就跟我喊得特徵很像 可是他就怎麼都沒有 我們北京嗎? 我有本機嗎? 王先生嗎? 然後你就會發現一個人 就是有點小塊不拿 那個登機箱 然後他就是不回你 因為他覺得很丟臉 你知道有時候喊真的很尷尬 大聲到那個免稅店的人 眼目都會一直看著我 然後你找到客人之後 還要跟著他這樣 瘋狂奔跑 就這樣 有時候跑到就是快要劈頭散把了 最尷尬的情況就是 這個人可能 他去了貴賓室好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 已經快要起飛 為什麼這個人還不來 你就打電話問貴賓室 那那個人剛剛出去了 他有什麼特徵 比如他穿藍色衣服 然後他禿頭肚子很大 登機門的人問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們這些出去找的人講 然後有一些情況是殊不知 你已經找到客人 王先生已經在那邊 你可能正要跟他講說 欸我找到王先生 他們就說 王先生 頭頭肚子很大 然後你知道那個對講機 只要身上有帶這個機 只能都聽得到 所以大概是遍布整個機場 你知道會有多尷尬嗎 然後你要雙重沒有聽到的故作正義 你又不能笑出來 或是客人可能有一些很尷尬的名字 他姓乾 你覺得如果有這種名字 你有辦法很大聲的在登機門那邊呼喊嗎 你可以想 那如果你要找到這個客人 音量一定是要大到 至少附近的人都聽得到 然後你喊出來這個名字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尷尬 某天我靈機一動 就會覺得 這些人是不是一定要用聽到0204的聲音 來找他 他才會出現 我有人氣是不是 不要跟我說 你沒有聽過0204 沒有 有一些客人 我覺得他們可能要聽到這種聲音 他比較願意出 他們可能會對這種聲音 會比較敏感一些 我覺得客人可能要聽到這種方式 才會覺得 哇 原本聽不到的聲音 然後立馬耳朵會打開 覺得 是我 然後從遠方跑來 然後有一次跟同事講到這個 同事就說 那如果是女生怎麼辦 我說女生我真的不知道 你可能要找比較帥的地形去找 或是你可能這樣 我小姐 你快到了嗎 這是我開玩笑的啦 我本人還沒有試過 在登機門用這種方式找人 我可能會 非常非常的尷尬 但我覺得客人可能會 對類似像這樣的聲音比較敏感 就是 輕柔啊 溫柔啊 客人可能要聽到這種 高頻很嗲的聲音 男性的乘客耳朵才會打開 會不會有人說 聽到這個聲音 以後還是 就想玩登機 讓他多叫幾下 我們沒有在這樣找人的喔 我們沒有在這樣找人 我只是說 我個人有一個推理 你覺得用這種方式找客人 客人應該會比較容易回答說是我 好啦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當空飛還有當地形碰到的就是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YouTube 追蹤我的Instagram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你知道如果有登機門的人出來找你 快要到起飛時間了 你不敢承認說是你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會把你取消 那這些動作一旦完成之後呢 你真的就再見了 以後搭飛機 登機時間之前最好就乖乖的到登機門好不好 反正在登機時間到之前 就要乖乖的到登機門 好看 我們再按一下 我們可以去看看